新北市政府为了推动银法长辈联谊交流 健康舒活和共餐关怀等服务 在新北市共29个区里 辅导成立了银法族俱乐部 而今天上午在石门区老人会 也正式成立了第一个俱乐部 并且举办了接牌继共餐的仪式 目的就是要整合资源 建立长辈们的互助关怀联谊网络 并鼓励他们多多参与社区活动 借此促进银法族的身心灵健康 第一起接牌 这些都是老人 共餐啊 还有刚才老人会 这些银法社区 接牌仪式 我们也给那两个合作会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地方 一些老人 需要我们地方来照顾 需要来服务 所以朱立伦市长 用这个银法俱乐部 不要是让这个老人跟这些社会计划 可以带动我们地方 大家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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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开工 因为这个对我们老人 我现在我们也是有 现在都做这个共餐 还是说运动 对这个老人都帮助很多 除了在老人会成立了第一个银法族俱乐部之外 公所在休闲设备较多的老媒活动中心 也成立了第二个据点 区长表示 俱乐部的成立也规划了许多 针对长者的社团活动 未来也会陆续充实休闲娱乐设备 让长辈有一个高品质的联谊环境 而区公所预计在10月 针对80岁以上的长辈 提供每个月200元的计程车 医疗车值 我们这两个俱乐部 我们公所不只会提供他们 在课程上的一些补助 他们可以开一些 类似瑜伽课程 太极拳课程 这部分我们公所都会补助 那再来就是相关的设备的部分 我们也有陆续在补助当中 包括一些运动器材的设备的补助 希望让老人家在这个俱乐部里面 能够更快乐 然后还有这相关的一些设备 卡拉OK这边 所以随时都可以来俱乐部这边 彼此之间能够老人多一些互动 让更多的朋友在一起 大家过得更快乐 因应台湾的高龄化社 老年人口的福利与照顾问题越显重要 新北市政府推动的共产运动 现在又加上了英法族俱乐部的成立 越来越完善的老人福利政策 让长辈健康乐活不孤单 记者许端一 廖品涵 石门采访报道